有感青年在创业路上艰辛與不易 花蓮縣政府今年推出了 花蓮縣青年创业貸款利息補貼計畫 希望有效減輕在地花蓮青年创业出席貸款負擔 未來也會透過產官學的合作 給予青年创业輔導和賠利協助 青年创业不容易 花蓮縣府有感青年在创业路上的艰辛 今年推出花蓮縣青年创业貸款利息補貼計畫 希望透過實際方案 有效減輕花蓮在地青年创业出席時 貸款利息的沉重負擔 除了有利息補貼 並與東華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財團法人十字中心 共同簽署地方特色產業服務聯盟合作意象書 我們真的歷經了一年多 我真的要感謝我們所有的青發中心的委員 因為大家真的是很忙 但是每一次的開會 我們青發中心的委員都限計限策 而他們蓄勢待發 準備的就是這個我們的貸款能夠趕快來把它完成 讓青年能夠在怎麼諮詢整備的期間有第一桶金 而讓他們無憂無懼 27日下午在華蓮松原別館的利息補貼計畫發布會 即聯盟合作簽署儀式 邀請許多在地以及外地創業青年參與見證 此計畫申請至民國110年底 只要是年滿20至45歲並涉及於花蓮 個人貸款以200萬為上限 團體則以三人600萬為上限 利息補貼最高以24個月為原則 最長補貼至民國111年底 有需求的創業青年 可洽詢華蓮縣府青年發展中心聯繫 記者長方言 華蓮市報導 請問一下